我先我們先介紹上衣好了 我先幫你幫你做吧 ok 好 先拿上衣 上衣這個是夜蚊 誰 夜脈鴨蚊透膚立領上衣 它是雪紡紗料的材質 所以兩個顏色都會透膚 沒錯 對它是紗料的材質喔 所以兩個顏色都會透膚 其實它會有透膚感 所以裡面你一定要搭 做內搭 或者是你要搭那整件式的小背心 對 會比較適合 對 這樣就看得出來 我一定穿那種 沒錯 那我們先看白色好了 夜紋比較明顯 它是有點像夜脈的紋路 但是是有點不規則的牙紋 那洗滴的時候 你不要特別燙它 然後也不要特別處理它 拉水冷冷的 對 拉水是什麼意思 就是下水然後冷冷的 就是弄一弄然後就可以起來 脫水的時候記得要加小尺寸洗衣袋 對 因為它是雪紡材質的 所以比較怕拉扯 那你就只要放小尺寸這樣 那麼小小的 或者是那種圓形 就內衣的那種洗衣袋 脫水就可以了 然後平放晾乾這樣 然後它是做這種 所以它如果用衣架量會變什麼 我是覺得 多少 還好 還好 對我覺得還好 如果脫水水量已經脫的差不多 其實就還好 因為它其實蠻輕的 如果你是針織衫的話 它很重的話 比較容易肩膀變形 但因為它是脫掉的 所以還好 但是因為我 我自己覺得應該這件沒關係 但你真的擔心的話 衣架下面不是有那個空感嗎 你就橫著劈就好 就是不要讓肩膀掛到 然後呢 它是領子是這樣不貼脖子的 但是會有像小花臉 對 那叫什麼 荷葉領嘛 荷葉領的感覺 它是不貼領子的 所以你 那你會刺刺癢癢嗎 不會 也不會 好 我剛剛很擔心你 這種不會 這種不會 對 如果它這裡縫線很多 就是這種縫線很硬的話就會 但它這個縫線是軟的 嗯 然後袖口也是有一點像小花臉的感覺 就小花袖嗎 就是波浪波浪的感覺 你就好好看 我剛剛在看它 張生最近很愛撐一些透霧的上衣 每次狗仔都看到了它 沒有啦 然後像洋裝呢 我們是幫它搭了一件 我自己個人還蠻愛的洋裝 斷面的 斷面的 沒錯 施質斷面的感覺 那它的材質 我覺得它是有厚實的那種 斷 怎麼講 摸起來就會知道它是比較有質感的 不是有一種斷 摸起來像是內裡的那種斷 對 但是它完全就是有質感的那種斷料 嗯 然後是做這樣子 前逼 後平的 背心陽裝 後面是平的 嗯 那它的版型 就是整個是做 不規則拼接 對 先斜線 再斜線 然後下擺再做 長度不一樣的拼接 所以我覺得它版型非常特別 很好 它穿起來是會有點小肉小腿肚的感覺 就是在 右腳的部分 所以在走動的時候很漂亮 因為它布料其實是帶光澤感的 就算是黑色也是有那種很低調的光澤感 然後裡面是有內裡的 對 在大腿 大家看得到你的姿勢嗎 好像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兩個顏色 一個是黑色 另外一個是咖紅色 有點 這個布料延展性在講什麼 嗯 布料有延展性嗎 是在講上衣嗎 上衣嗎 有彈性 但沒有很彈 對 它的彈性主要是在皺格被拉開的部分 對 那不是 本身布料 因為它是雪紡砂料 嗯 比較不像是 黏脂的那種彈性 它主要是這樣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身型上 料化身型應該也是沒問題 可以 對 因為它這裡其實蠻寬的 嗯 這裡很寬 可能 嗯 有需要注意的嗎 好像還好耶 就是內搭的部分 內搭 因為它會透膚這樣子 對 胸圍應該也還好 嗯 然後洋裝它是做整件 纏陀就是沒有拉鍊 也沒有 扣子 直接套 對 直接套 那這樣子 可能卡特看一下拼接 感覺比較明顯 好 我最喜歡 最喜歡的就是它的下白 嗯 就是我覺得 這個不規則喔 對 我覺得很有個性 嗯 就最喜歡這種很結構式的上面 這種衣服 這個我好像覺得 黑色 蠻好看 還是 套一下脖子好 哪個顏色好看 黑色 對啊 我也覺得好像黑色比較好看 我會穿全身黑 哈哈 全身黑喔 全身黑 再搭黑色大衣 就自己帥到爆炸 黑到不行這樣 好 這件我覺得超級漂亮 這件上一身好看 哦 不是洋裝嗎 都好看 我比較喜歡洋裝 我就喜歡 洋裝的名字是什麼 來講一下給大家聽好了 洋裝是 心耀細肩不規則洋裝 它因為它是有那種 低調的 光澤感 對 然後 光澤感的話 黑色還是比較低調一點 嗯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微微的 有亮亮 它超級美的耶 嗯 我要買這一家 嗯 這件可以 對 這整套都很可以 一定要說上衣 我覺得上衣真的很好看耶 我很喜歡這種上衣 這種這種 比較個性感的 我們再搭一下 也是搭的起來喔 是不是 也可以很帥 很美耶 麻煩幫我領子翻一下 YES 好帥 好美喔 它下擺真的好漂亮 洋裝的下擺 期待我直播看給大家看 那它強迫你穿咖啡色 不要